云南天红 甜润饱满 米糖甜香 像一个许久未见的恋人 云南红茶 简称天红 数大叶种类型的功夫茶 主产云南的林仓 宝山 凤庆等地 是中国功夫红茶的后起之秀 传统的大宗滇红 一般叫滇红功夫 滇红功夫 外形调缩紧结 肥瘦雄壮 干茶色泽乌润 金毫特写 内置汤色艳亮 香气鲜欲高涨 滋味浓厚鲜爽 富有刺激性 夜底红云嫩凉 国内独具一格 系举世欢迎的功夫红茶 应彩制时期不同 其品质具有季节性变化 一般春茶比夏秋茶好 春茶调索肥瘦 深谷重视 净度好 夜底嫩云 夏茶正值雨季 芽叶生长快 节肩长 虽芽毫无显露 但净度较低 夜底稍显映 杂 秋茶正处 干粮季节 茶树生长代谢 纵有转入 橙茶深谷清 净度低 嫩度不及春夏茶 滇红功夫 荣耗显露 为其特点之一 其豪色可以分为 淡黄 橘黄 金黄等类 凤庆 云县 昌宁等地功夫茶 豪色多成橘黄 孟海 双岗 宁庆 浦文等地功夫茶 豪色多成金黄 同一茶园春季彩制的 一般豪色较浅 多成淡黄 夏茶豪色多成橘黄 为秋茶多成金黄色 颠红 因它独特的大叶种原料 在红茶品类上独具特色 但如果有茶有诸实颠红 可能会被金针 松针 金牙 金丝 这些长得很相似的名字 给弄迷糊 具体而言 金针 金丝 多为牙头 和一牙一叶出展 金牙的原料 基本全在牙头 而松针 则以一牙一叶为主 金针的形状 如其名 四针 金毫皮身 笔枝无曲折 红茶的常规制作工序为 尾雕 揉捏 发酵 干燥这些过程 但金针 却多了一道 机械里条作型的工序 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干茶更加好看 颠红大金针 金黄透亮的茶糖 这与其内含茶黄素含量 有着密切的关系 茶黄素是红茶中特有的物质 使得红茶具有利尿 消炎杀菌 抗氧化 延缓衰老 养胃护卫等功效 泡颠红的投茶量 是三克至五克左右 高冲注水尽头 让茶香完美释放 盐工杯缓缓倒出茶汤 汤色鲜艳 光泽流转 似晚霞一般 净显颠红 醉人风采 夜底肥嫩匀整 茶叶内置 已经完全止出 但人可见其鲜活的生命力 正常的添红茶 打开包装盖 就能让你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头唇添红茶的香气 是最为出众的 香气浓郁羔 滋味甜润饱满 独特的蜜糖甜香 让人分外喜悦 这香味 像是一个许久未见的恋人 一见面 便迫不及待地拥抱你 当唇和的甜润 在口腔中慢慢化开 咽下一茶那 舒适感 扩展整个身心 红茶的包容性 是所有茶叶当中最好的 可以清饮 闻其香 观其色 品其醇和饱满的滋味 也可以与糖 牛奶 蜂蜜 果汁 花草等搭配畅饮 搭配出不同的风味 热饮甚佳 冰饮也妙 享受千变万化的愉悦感觉 大金针点红茶 拥有如此美丽颜值 和丰厚内涵 怎能让人不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